在百多年之前 佛山南海出了一個有名的 鞋趣通俗文學家何澹宇 這位前輩很有級才 人緣也好 所以隨時隨地 都會有人要他即興地寫對聯 他也是逢長作戲 拿著筆來就寫 運用廣府謊言脆眉橫生 人人讀了都感到親切 有人就叫他和一個打勾的鵬 寫一副對聯 他就這樣寫 老測到來總之扮蟹 小虎經過的切莫炒蝦? 上聯就是講那些耕夫的職責 有賊就要做 下聯就是叫那些耕夫 好好地約束自己 在女人面前不要亂說粗口 下聯的意思容易明白 現在我來特別講一下上聯 耕夫是做什麼呢? 雖然古時沒有鐘錶 長夜晚晚 半夜醒了 如果記掛著日日一早有事做 而又不知道還有多久才天亮 睡又不是 不睡又不是 那時候就很懦亂了 所以一個居民點 為了大家方便 正要請人打根 你睡在床上 側著耳朵聽說 咚咚咚咚咚咚 三更更更早 可以拍扁頭再睡覺 或者不是 咚咚咚咚咚咚咚 被居民捕食 这就是切耕棚请耕夫的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 更加是为了治安 到了晚上 耕夫即使在耕棚上休息 也是在兼顾着周围环境 周围动静 他下街下巷地去巡耕 打动动叮 更要纸纸细细地看看 有没有什么異常的情况 比如哪间屋透出一些火烟味 哪里长有个黑影闪了一下 诸如此类的东西 总之防火和竹策 是耕夫的两大任务 何淡如在链里写到的老策 指的是策仔 为什么这么叫 因为策仔的手 时时找机会插入别人的衣袋 那为什么要扮蟹呢 先讲一下蟹 蟹八只脚 还有一副蟹锦 尊功性武器 如果某个贸贸然 伸手去捉他 被他掀盖 的话 嘿嘿 那倒是老 听过说 倒捨螺蟹没有 如果真的有人 倒捨螺蟹 每个都撐开对抗 打橫走 四面八方 那怎么才可以捉回他们呢 应该可以连入科学难题 大概真的有人有过倒捨螺蟹的经历 吃一次就掌一次 后来那些人捉蟹呢 捉着一只就绑一只 绑蟹就不同于绑书 只是打橫打定 绑两绑就算不可以的 一定要用五花大绑 对了 什么叫五花大绑 为什么不叫四花六花 要叫五花呢 原因就是 古时的五字 和现在的写法有点不同 中间那两笔是交叉 你看看电视片 绑人的绑是怎样的 上一条横的 下一条横的 中间两条交叉 这个办法 也是适合于绑蟹 绑蟹绑人同样形式 所以贾仔被人绑住 就叫做扮蟹 不需要说清楚了 有人解设何淡如的这部队员 竟然说 这位前辈 是叫那些耕夫自己 在那些贾仔面前 自己扮成蟹那样躲起 何先辈的后人 看到这个解释 哎呀 真是可怜 何老前辈 这个尚链 理所当然是要理解成为 江夫要将那些贾仔扮蟹的 广府话有点浓缩了的说法 是要随着语境去解释的 喂 强忌 干什么 五花大帮扮蟹的 哎呀 你有所不知 上个星期 我给了一只耕荷包 幸好有个暴发 经过跟我追回 不是 损失惨重 吓死我 这些小偷真是挺猛狂的 对不对 按道理应该有那些小偷 被人扮蟹 你怎么扮人家自己扮蟹的 嘿 我的小木呢 我的小细绑绑着袋子 看你怎么偷 嘿嘿嘿 狼仔来的 自己扮蟹 人家要你拆的 再说 现在的人 说到扮蟹 又有了些新意识 因为蟹喜欢打扮蟹 又不管什么场合 都竖起一对蟹蟹 显摆威风 所以 人家要用扮蟹 你都形容那些 喜欢扮蟹的 惡人 今天的《越讲越过瘾》 就讲到这里了 下一期 我们会讲一下 杀 不用怕的 广夫人说的杀 其实还有不同的意思 想知道 就记住收看下一期的《越讲越过瘾》 《越讲越过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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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82-420 博山市中山医院 治不孕 真功夫